第一的痛苦 吸收二轨道的痛苦 吸收这个世间所有的痛苦 都发生在你身上 然后你还很精进 累积广大的快乐的资粮 一直给他们 就像妈妈 也会把你的剩菜凉凉的吃掉 然后最热的给你 所以我想修行是一种 是一种行为表态 不是说光会背 自他平等 自他交换 我们都会背吧 那是要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有这个自他平等 自他交换 然后呢 为基础开始来 七要义 念一下 知恩 念恩 报恩 所以各位念恩很重要 善师奴母众 男人无量苦 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念的所有 就像你很爱 你的儿子很爱某一个人 你心里永远会放着他 那你现在你要 你要修菩提心 那你要去一直意念的所有众生的苦 你不能一直想 我怎么办 我赚钱怎么办 我恩你怎么办 那就不叫菩提心 那还是一个私心吧 希望利用佛法的某一种好处 能够达到我个人的一个好事而已 那这个还不叫菩萨 所以要念的所有众生 那他对我们的恩 然后呢 报恩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快乐 再悲一次 知恩 念恩 报恩 起慈心 起悲心 起真上意乐 发菩提心 所以既然要报恩 一定要让对方快乐 一定要让对方离苦 而把这个成为你生命的愿力 跟誓愿 真上意乐就是一种誓愿 地狱不空 世不存活 每一个菩萨的因地都这样发愿的 所以有这个真上意乐以后 那才叫发菩提心 那发了菩提心 那你这个无力还是要圆满 念下来 发心 串习 对志 善因力 祈愿力 再悲一次 发心力 就是每一件事情都不离菩提心 来 串习力 利用各种因缘 一直练习菩提心 再来 对志力 要把菩提心的我只消除掉 再来 善因力 要累积各种的资粮 再来 祈愿力 祈愿众生都成佛 祈愿 大家不离菩提心 因为 我想做医生只有一个想法 就菩提心 希望我们没有人来看病 希望来看病了 一次就出去就好 但是如果这个医生只在管说 钱有没有收到 药能不能便宜一点 或是说你在医院负责会计 你也不能一直在会计算 每一张会计 每一张票 希望他拿到药 像甘露一样 这样了解吗 希望他这个 给我们的医药费 是拿来 扩展医生服务众生的资料 你要把每一个票据当作一个菩提心 就像一个银行经理问我怎么修 那我说你那个一叠就像我们的超度一样 每一张都给他超度超度 你每一个动机在检查这个账的时候 检查每一个品质的时候 都不能够离开菩提心 那就对了 那这样你没有浪费这么忙碌的生活 所以那阿底嘉尊者 把这个跟我们说 那我们如何 事实上他们都是按照经典的精髓 整理给我们的 我们去做实修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三季 二募 abbrevi 转 тебя 得好 五 Dot 骆 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菩萨因为生病太痛苦 跳楼 所以各位 活到九十岁了 连要死都没办法 生病 所以最后选择跳楼 这真是的 因为我们以前老人院 我去看经常发生这种事 再没办法 所以来 我们大家回想 来 法会所有功德 个人所有功德 回向李月游 及李氏祖先 妻子父母 冤亲在主 所有病苦者 自杀往生者 同享功德 南无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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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阿虹 奥阿弥陀佛舍 就是奥阿虹我们所有生口义的功德 也齐行诸佛菩萨的功德加持他 奥阿弥陀佛舍 希望阿弥陀佛引导他 赶快脱离那种自杀的痛苦 病苦往生净土 特别他的心态 一己一切 那各位你要去领受他的痛苦 这是一种悲心 也是一种自他交换 你现在92岁了 很痛苦 然后也不想要干扰别人 对不对 但是又医不好 然后又不会断气 真的很痛苦 但是每个人将来都会面对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张纸就是你修出离心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赶快忏悔 赶快累积善因 要随时有这个空性 哪一天换我们一百岁了还在病 你都还能够把这个来当作一种菩提心的修行 而不是逃避他 但是对别人的病 你要马上升起悲心 自他交换 愿他的痛苦来承受 我要累积功德给他 那我想一个报纸的报导 一个电视的报导 一个传言 人家跟你讲 马上当作一个修行 至于这个传言是真是假 就算这张纸是骗我们的 本来就是虚幻的 但是对你来讲 可以变成一种实修 最大的发心是什么 赶快来 赶快来 来到我们法会 等下我们还要做大回向 焉共 今天功德回向给你 你是引导 楼上有四个转经轮 四兆辈的功德 希望他赶快就所有的功德得到 恩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希望他超度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放在你心里面 然后你经常想到帮助他 对我们有帮助 再来 他的大伯何富雄 没有学佛中风 除了帮大伯做焉共放生 你能点灯 还能够为他做什么 非常好 以你大伯的痛苦 成为你的愿力 帮助所有跟你大伯一样的痛苦的众生 没有学佛中风 以菩提心 来为他点灯 来为他念佛 来为他忏悔 不管做什么都可以 菩提心比较重要 刚刚讲了 我们既然已经讲到了 其因果 菩提心的方法 自他平等 自他交换 要知恩念恩 所以既然听到了 就要很认真 所以我大部分如果有时间 我就会用这个做我的修行 然后呢 那就成为你的精进的助缘 所以我想 没有痛苦的众生 你绝对没办法成佛的 也没办法修处理心 但是也因为你看到对方的病苦 你生起了佛法的思维跟行为实践 那自身时产生力量跟它解散源 但是我们要想 如何让你自己不要中风 所以各位要多运动啊 不要吃油腻啊 少吃肉啊 那你要保 因为将来是换你成为别人的痛苦的时候 那就好了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就说 要死就啪 赶快死这样 不要造成痛苦 但是如果你要实现生病 让别人修福报 那你要很精进 那连见我者都同享功德 那是无人而为 你也不能计划怎么死吧 但是你只能转化各种的因缘 成为一个利他的菩提心 可以 所以 当然 第一个你要帮他忏悔 生病的人 然后呢 如果在我们的经验 会劝各位 为他忏悔 可以送地匠经 为他病 赶快好 可以念药诗经 愿他脱离身心的痛苦 可以念普门品 或是 你要念 对不对 你要为他忏悔 念 都可以 但是要真实的去做 对他有帮助 再来 母亲往生死因病的原因 之前 他就替他母亲抄了一步 慈悲三昧水灿 把经文放在棺材里面 请问师傅这样做如法吗 你的动机是对的 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要问我说 现在不如法 那你多伤心啊 难道你把棺材打开 各位 那个回答问题要有技巧的 如果还没放我就说 不用了啦 你就给我那一本 我拿来就放后面 多好了 三昧水灿 大家拜佛都拜到了 对不对 你把这个功德扩大了 但是你已经装在棺材了 OK 孝顺 你母亲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因为她有这种法的加持 那当然如果把三昧水灿 很实修 三昧水灿 是所有三藏十二部经典 忏悔跟发愿的精髓 就在这里面 悟达国师 以一个这样的圆满的修行 以惭愧心 写的这一本十年的时间 念完只要六个钟头 做着念只要两个半钟头 我就念完了 但是她是精髓的精髓 像统计学一样 把佛法的所有的精髓 融合在这里面 而且翻译的更是微妙 四个字四个字 精髓都在里面 再来 家中佛台 左边是阿弥陀佛 中间是观世音菩萨 右边是观圣帝君 这样位置放可以吗 如果你能够改变 当然阿弥陀佛在中间 观音菩萨就在这一边 然后呢观公 这边是大 这个是二 这个是三 当然话要讲回来 如果阿弥陀佛比较小尊 观音菩萨比较大尊 那观音菩萨在中间 那阿弥陀佛放前面 然后观公 看要再放哪一边都可以 另外再补一尊都没关系 所以老师说 如果你可以改变就改变 如果你不能改变 佛菩萨说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再来佛教徒死后土葬还是火葬 葬法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影响 只是佛陀希望出家人火葬 不要再 以前出家人往生 火葬完以后埋着 把他的锅盖在上面 把他的锡杖插在 就像美国军人使的 就是他的盖子 然后他的枪插在那边 所以那个 那个锅跟那个锡杖 所以现在就做成塔的样子 塔就是这样 上面简简的 事实上是锅跟一个锡杖 在它火化以后 那现在呢 我们认为是 我觉得马来西亚很方便 土地那么大 那太好了 做土葬也无所谓 但是做火葬更好 因为他不执着嘛 这无所谓 不过各位 你也不用先交代 反正你现在努力修就好了 到时候你儿子怎么决定 随缘呢 决定不在那个地方 没有修的人 这个就有关系了 没有修行